132 文匯報 上海 梳化院線將如何改變生活? 2015年7月15日耀文靈一本部首席記者黃燕 1992年中國一年的觀影人次為100億人次 以去年底的調查數據,顯示了與中國內地 以196億元成為全球第二大票倉相貝的一面 內地進電影院觀影的人群雖然有8.3億人次 但人均不滿一次 入前,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相關人士鄉記者 證實了這一數字 與此同時,一個或許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平台梳化院線 已在全國12個省份,超過1000萬家庭樂戶 他們與其他大入互聯網基因的視頻網站正形成合力 要盡量縮短一部芯片從院線上映到網絡上線之間的窗口期 而比現有視頻網站更規範的是 梳化院線將與傳統院線進入同一個數字發行系統 即共享版權 有專家提出,一旦窗口期縮減為30天以內直至同步播影 一旦視聽硬件讓家庭影院實至名歸 擁有正規版權的梳化院線或將使得實體影院進一步成為少數人的遊戲 趨同的電影類營養成熟觀賺 行月遠仍然有近300億元的年度飄防 著名導演謝飛行擺如今的中國電影市場稱為小格局 這種小不僅因為我們的年人均觀影次數少於韓國的四次、印度的二至三次 更因為坐在影院類的官舞式行 東方時代網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今年內地票房突破200億元時發布了一組數據 中國20歲至29歲的年輕人佔觀影總人數的48% 18歲至19歲青年佔26% 這兩部分人群共佔到國內觀影總人數的74% 而此前被認為是最有消費述力的30歲至40歲人群只佔據10%的消費份額 40歲以上的群體去影院消費電影的份額只有約16% 據美國電影協會年報披露 2014年的北美遠線票房中有74.8%的份額來自40歲以上官契 A 倒是25歲以下群體僅佔18.3% 而韓國的影院上座更是均衡覆蓋了成年以後的全年齡段 前不久落幕的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 擔任亞洲新人蔣評委的韓國導演金漢提到 我的父母與我的外生進電影院的頻率幾乎相同 這在韓國是普遍現象 不同年齡段的人都能在影院裡找到適合自己的影片類型 此處恰視中國電影的痛腳 正在進行中的暑期檔 雖號稱有近七十部國產片一湧而上 但除了青春、喜劇、魔幻者三種主打題材 其餘類型片幾乎空缺 即扁偶有二數 也難逃避陰沒的命運 僅以上週末為例 小時代四月之紙花開在後半週上計上映 結果週六當天 兩片的合計排片量高達96% 近兩年跨界的新導演 新資本都列衝於消費青春、回憶青春 這樣的有意識集體創作 造成中國電影市場的單一化 再借飛看來 高度吹同的官吶 讓逐利的導演與資本子 將目光瞄準青春片 而千篇一律的青春樣貌電影 由注定只能吸引到特定人群 很難說誰是恩 何為果 但吹責的官吶 與吹責的創作類型互為因果 這導致中國的電影院無法滿足觀念 原化的觀影需求 只能離成熟觀讚 來月圓 數字遠善將成重要的影片發行通道不進 影圓的那部分人群就不看電影了嗎? 顯然不回 當遠善還再糾結於多小排騙率才是 他們對青春片的正確態度是 成熟年齡段的官舞遊郎 另一片天空裡找到他們想要的 收費頻道 再線視頻點播等在內的網絡平台 已開始大步挺進本具壟斷性質的電影放映市場 東方時代網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馬欣說 這橫不算最新的梳化院線 與人們熟知的網絡播出平台不同 梳化院線最具吸引力的賣點在於更短的窗口期 以往電影圈的玩法時 吸院線新片與視頻網站之間遇流多久的窗口期 這都由片方與院線精深設計 通常來說,進口大片的窗口期多為三個月左右 國產片短歇,最少可在三十天 但梳化院線既然名約院線 其最大特點就是有望與商業院線保持同步 數字院線將成為重要的影片發行通道 電影可通過傳統院線走 也能通過梳化院線體系 分發到廣電運營商和電信網絡 再經由電視機、投影兒等設備再加觀影 馬因為這一新模式找出兩大利好 一是觀念光烏漲 H 樣化 二是片方收益的多渠道化 如果真能將窗口期縮短到忽略不計 觀衝 以擺脫影院指為少數派設計的排片表 哪怕小時代4月之紙花開白佔了8%的影院排片 觀浴 能在家自主安排時間觀看大聖歸來或者少女那渣 而對於黃小碎這樣為文藝片四處奔走的導演 當觀影的選擇權掌握在觀浴取交法 之影院排片經理手中 文藝片也許就此找到了脫困之法 不妨撤上一下 隨著家庭影院列代 非MX的影院銀幕環有多少劃則優勢 若修法院線真能與傳統院線同期開畫 價格槓桿與窄文化的雙重夾擊下 影院環能留住多少人